酝酿已久的诡异平静 随着客舱里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 被打破了 这声尖叫在别人看来显得很是突然 但在阳间看来却是一件早已注定的事情 客机上既然有鬼 那么务必就会死人 之前那个女乘客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而在第一个遇害者出现之后 就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甚至所有人都可能死在这趟航班上 头等舱的那几个人 在尖叫声之后皆是带着齐刷刷的看向了阳间 眼神之中有惊慌 不安 以及莫名的震惊 难道 真的如这个人说的一样 这架飞机上闹鬼 尽管之前还有所怀疑 但随着这一声尖叫声之后 他们内心深处的某种不安正在逐渐的扩大 甚至是觉得阳间说的话可能是真的 只是根深蒂固的观念想要扭转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旁人还有一丝顾虑 但是万德鲁却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相信 因为他曾经有幸接触到一点灵异的事情 如 如果真的闹鬼了的话 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 这可是在飞机上啊 如果出了什么事的话 这逃都没地方逃啊 万德鲁想到这里浑身害怕的有些颤抖 阳间看了他一眼 你们本来就没地方逃 难道你们没有留意飞机的航线吗 根本就没有飞往J市 而是一直在高空盘旋 在灵异事件没有解决之前你们就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被鬼杀死 要么死于坠机 上面已经默许了我的行动 所以不会有紧急迫降的可能 什么 有几个头等舱的乘客吓得几乎跳了起来 我不相信 一架飞机这么多人的生命安全 上面会不管 真出了事这可是一件大新闻 那西装男子也是又惊又俱到 阳间瞥了一眼 谁说了不管 只是取舍的问题 就你们就等于放那只鬼离开飞机 到时候可能会死更多的人 难道你们的命是命 别人的命就不是命吗 一架飞机能有多少人 了不起一两百人 可是一座城市有多少人 几百万人 那这么说来我们就被抛弃了 万德禄声音颤抖道 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阳间道 别想得太悲观 如果真抛弃了你们这些人的话 飞机就不会选择在高空盘旋了 早就飞往无人区 找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坠机了 之所以没有这样做 是因为事情还是有转机的 因为我能解决灵异事件 太好了 没想到小帅哥你居然抓鬼的本事 那你可要保护我们哟 那个性感的女乘客拍了拍胸口 一副松了口气的样子 阳间轻轻一笑 别误会 我只说了解决灵异事件 可没说要保护你们 所以你还是祈祷自己运气比较好 不要被那东西盯上吧 那性感女乘客愣住了 似乎没有想到阳间会如此果断的拒绝了 如果真的闹鬼的话 那你赶紧去解决啊 还坐在这里做什么 这不是你的职责吗 有其他的乘客焦急万分地催促道 如果能尽快解决这闹鬼的事情 也等于间接地保护了自己等人的安全 阳间不所为动 不急 鬼才刚刚出现 等恐慌蔓延开来 人人自危的时候我才应该露面 现在说闹鬼的是 飞机上十个人有至少八个人不相信 我可不想废嘴皮子一个个人去劝说 而且别人还不会听你的劝 所以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做一次就够了 我不会做第二次 你这也太冷血了吧 简直就是见死不救 旁边的西装男精道 阳间看着他道 我也觉得我很冷血 所以我决定将这个拯救别人的机会让给你 你来 说完他拿着一把手枪递了过去 这手枪是特制的 可以击中那玩意 西装男看见那把冰冷的手枪 不敢伸手去接 信信道 我 我又不是专业人士 没关系 我也很业余 经常犯失误 我相信你可以做得比我好 勇气和信念最重要 其他的都可以克服的 阳间盯着他道 这 这事情还是让你来吧 西装男憋了半天才支支吾吾的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阳间顿时脸色一沉 猛的站了起来 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 力道大的出奇 直接将这个西装男子给扇倒在地上 不敢动手就给我闭嘴 老老实实的坐在那里等我来解决 唧唧歪歪的信不信我把你从飞机上丢下去 真以为我不敢杀人 这西装男子被这一巴掌打蒙了 眼貌金星 半边脸都麻木了 耳朵更是嗡嗡作响 根本就没有听清楚阳间说的话 废物一样的东西 坐飞机开始就在我耳边吵个不停 真不知道你到底哪来的优越感 我捏死你和捏死一只蚂蚁差不多 你这次应该感谢你祖宗 这次坐飞机遇到了我 要不然你们所有人都得死在这次航班上 杨间又伸手一抓 一只手就掐住他的脖子 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 目光冰冷 不带一丝感情 额头上一只猙獰的星红眼睛诡异的转动着 浑身散发着淡淡的红光 强烈的窒息感涌来 这位西装男子此刻看向杨间的眼神已充满恐惧 这个人 很可怕 而且 为什么这个人头上还有一只眼睛 滚一边去 别妨碍我办事 其他人坐在位子上老老实实的闭嘴 杨间随手一甩 将这个西装男子丢回了座位上 随后出声警告着其他人 杀鸡儆猴 拿这个让人讨厌的西装男开刀 省得到时候妨碍自己办事 这一手显然很有效 其他人见到这一幕一个个静若寒蝉 纷纷闭嘴不言 并且坐在位子上动都不敢动 生怕激怒了这个如疯子一般的人 真的把你给杀了 毕竟他手中还拿着枪 很好 从现在开始一直保持这种样子 就算是上厕所也给我拉在裤裆里 杨间扫看了一眼道 如果被鬼盯上了 你们也没地方可以跑 还不如死的体面一点 说完 他看了看时间 觉得差不多了 再继续酝酿下去的话 外面的那些人就要崩溃了 当即 准备周全的杨间离开了这头等舱 对于他这种近乎于野蛮的的手段 卫星定位手机里的秦媚柔是默许的 否则的话他就会出声劝解了 秦媚柔没有 因为他知道比起杨间打你几巴掌 吓唬你一下而言 能保住性命才是最重要的 这些小事根本就不值一提 而且普通人卷进这灵异事件当中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如果你还大喊大叫 惊慌失措的乱跑动 影响遇鬼者分析情况 解决厉鬼 那么死的都是活该 毕竟灵异事件解决的越晚 死的人就越多 这是间接的害人 杨间 机舱里已经出现了第二位遇害者了 死因和之前那位一样 也是脖子被活生生的扭断了 但是听王东那边传来的口供说 有人看见了那个死者的头上多出了一双手 秦媚柔将刚刚得到的一点情报立刻说了出去 一双手 什么样的手 杨间道 光线不太好 目击者没有看清楚 只说像是一双死人手 那个目击者叫周浩 你可以去问问他 杨间皱了皱眉 既然存在实体的话 那简单 等那东西下次出手的时候我会行动 你之前怎么不行动 秦媚柔有些疑问道 杨间道 我什么时候行动我有自己的判断 如果你要强行干预我的行为 亦或者是觉得我的做法不对的话 你可以让总部那边开除我 某种程度上我是非常乐意辞职的 秦媚柔顿时选择了乖乖闭嘴 他的确没有资格插手一位欲鬼者处于灵异事件的权利 尤其是杨间这种顶尖的欲鬼者 只是他觉得杨间能力这么大 应该可以轻松解决一件灵异事件才对 要是出现过大的伤亡 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另外 下次灵异事件让刘晓宇负责通讯 以后灵异事件当中我拒绝和你通话 杨间随后又道 这 这是为什么 秦媚柔有些诧异起来 杨间道 没有为什么 好的 我知道了 秦媚柔声音有点情绪化 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这么负责 却被杨间如此的厌恶 而在这说话的功夫 他已经来到了这个昏暗的客舱里 此刻人群有些浮动 声音有些杂乱 某种恐怖的情绪弥漫在人群之中 隐约听见有人说飞机上闹鬼的事情 杨间没有理会 而是大步向着第二位遇害者的地方走去